就简大的说吧 说您陪我去刘副司令那儿 怎么样 没问题 就是把老头子抬出来 我也敢 好 那就谢谢您了 杨凡 一会儿秀秀从邮局出来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弄上车 一定要把它送到香港 让雷文放心 好的 他出来了 走 插上去 救手 救手 走 我们回去吧 因为保密局知道这件事情 肯定会从邮局查邮件的去向 说不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会截获邮件的 郭姐 有人送了一份邮件 说是秀秀小姐让她送的 送的是什么人 她说她是新康里的裁缝洪师傅 秀秀小姐是她的老客户了 但她似乎对她的遇害情况 又一无所知 郭经理 郭经理 你是个好人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 现在我决定 把雷文让我保管的密码交给你 请你们无论如何 要帮帮雷文 送东西来的洪师傅 什么都不知道 密码就在七袍服饰的最后一页 如果你们守信的话 明晚我们在大世界见面 你把船票给我 雷文还有年迈的父母 我决定把他的父母先送到香港 至于我已经想好了 不管是死是活 我都要和雷文在一起 秀秀真是雷文的红颜之急 只可惜她再也去不了大时间 不过她的愿望 我们会替她完成的 燕子 咱们是蒋信用的人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不管用什么手段 都要保证雷文的父母 安全地离开上海 保证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 怀志 你看 这就是雷文的未婚妻 秀秀给的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我马上报上去 请人鉴定 你说这会是真的吗 秀秀用生命保护下来的东西 不应该只是一张废纸吧 问题是秀秀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她之所以会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她对雷文的爱 我跟雷文谈过 我说她根本就没有完成解码任务 之所以会弄出一系列的游戏 完全是因为在争取时间 对我说的话 她也没有否认 你看 如果这是一张 没有破译的密码单 那对于我们而言 她很有可能就是废纸一张 夏宇 也许你高估了雷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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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ky 感谢观看